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廣州土著頻道 今天我們請來了劉先生 劉先生75歲 住在紐約 三年前太太突然間過世 一下子使劉先生 陷入了孤獨的心怨 但是經過這幾年的掙扎和反思 劉先生學會了和孤獨病痛和壞人共存 下面我們請劉先生 說一說他的故事 我今年75歲 住在紐約的一間很窄的地下室裏 地下室潮濕陰暗 偶然聽見上面街道傳來的車聲 或者是人群的喧鬧聲 對我來說 這種生活已經成了常態 在三年前的一個夜晚 太太突然間在睡夢中離去 我覺得生活就好像一盞沒有油的燈 陣輕風吹過 熄滅了 從那一刻開始 我感覺到自己的生活 就陷入了黑暗 太太去世之後 我覺得 有前所未有的孤獨 我們結婚五十年了 曾經共同度過無數個春夏秋冬 現在想回頭連吵架 都是這麼平常 而親切 但是現在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 有時候自己走在空蕩蕩的房間裏 都會聽到自己走路的腳步聲 就好像 寂寞得好像是一張無形的網 把自己罩住 我曾經無數次夢見自己的太太 但是 醒來的時候 只是見到四周黑暗 這個現實 已經使我明白到 自己已經完全 孤立於這個世界 太太剛剛去世的時候 朋友、親戚、親人都經常來看自己 關心自己的生活 但是時間一長 似乎所有人都逐漸淡出了我的世界 我的大仔流氓 是最早疏遠我的 我對這個 始終無法釋懷 因為大仔流氓曾經是個孝順仔 以前經常帶著家人一起去聚會 旅行 但是他現在說 事業忙了 工作忙了 生活又忙了 我發現他經常有意無意地 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電話聯繫越來越少 每一次見面 只是匆匆忙忙地 行圈幾句 甚至有時候眼神中 都流露出不耐煩 嫌我啰嗦 甚至有幾次提到要把我送到養老院 這些話我聽完之後 真是好像利戰攻心一樣 我到現在都沒辦法理解 為何兒子會變得那麼冷漠 我們曾經是這麼親密的父子 現在好像隔了一棟無緣的牆一樣 我真是不能夠明白 除了大仔流氓 和我越來越疏遠之外 我的社交圈 亦都在這個時候慢慢縮小 那些曾經在一起 寬度過無數快樂時光的親戚朋友 亦都因為各種原因 逐漸疏遠 有些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健康問題 身體的病痛 使得我們互相之間 沒有辦法經常聯繫 比如我的老友老陳 因為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 大部分時間要睡在床上 所以我們見面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還有些是因為家庭的變故 好像老李 兒子做生意失敗 欠人家成屁股債 所以他不得不四處奔波 幫兒子還債 結果亦都沒有心情 和我一起喝茶聊天 逢年過節 太太在這裡的時候 電話不斷互相問候 但是現在 就算我手在電話旁邊 越來越多的電話 最終只是變成了應付式的問候 有時候甚至 連一個電話都沒有 時間真的好像流水一樣 帶走了太多的溫情和親情 我感覺到 時間留給我的 只有越來越深的孤獨感 身體越來越差 衰退更加覺得自己很無奈 自己年輕的時候身強體壯 經常打球爬山 現在連站在這裡走幾步都要小心翼翼 膝蓋經常隱隱作痛 腰覺得很僵硬 又幻想高血壓和糖尿病 每一天都要按時吃藥 反而去診所看病變成了好像是生活中為數不多的社交活動 面對著孤獨的生活 我的心中經常會充滿了失落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自己也慢慢開始意識到 今後的孤獨和痛苦 是自己生活的主旋律 自己有了這個意識之後 總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積極 每一天都去老人中心 跟老人家聊天 打發一下時間 驅逐那些孤獨感 回到家看看舊想賊 回憶一下過去 回憶一下年輕時 跟太太一起的點點滴滴 有空打電話給幾個朋友 雖然很多人都接不到電話 都不知道 是不是他們 已經走了 或者是不方便接電話 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我終於明白很多事情 都需要自己去面對 甚至是孤獨 在這個世界上 真是沒有人有義務 一直陪伴自己 因為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曾經埋怨兒子對自己冷漠 埋怨親戚朋友對自己疏遠 甚至怨恨社會對老年人的忽視 那個時候的情緒 真的好像一團亂麻一樣 結果越糾結 感覺就越痛苦 所以我決定換一種方式來思考這些問題 每一天的清晨 我會坐在窗前 看著外面的陽光 我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思考自己的孤獨 究竟是在哪裏 是朋友的疏遠 是兒子的冷漠 還是自己的心態有問題 這些問題 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我發現 孤獨並不是完全有外界造成的 可能也是一種因果報應 自己在年輕的時候對親人和朋友的關注也不夠 想起那幾年年少氣盛的日子 自己亦因為事業而忽略了家人 亦因為忙碌 和朋友漸行漸遠 所以這一種因果循環到晚年的時候 輪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真的必須要承擔了 現在的社會生活節奏 快到離譜 年輕人需要面對的壓力 遠遠超過我們當年所要承受的壓力 那些使我失望的親人或者朋友 可能他們真的有他們的難處 所以作為老年人 應該要學會接受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孤獨是人生的一部分 每一個人 都會在某個時刻 面臨這一種考驗 如果你說想逃避或者怨恨 沒用 不如和孤獨共處 有些事在生活中 真是沒辦法強求的 譬如說親情、友情、社會關懷 有些事可能在現實中會消失 但是自己心中的寧靜 是可以掌控的 我覺得我自己進步了很多 儘管我有時候覺得孤獨還在 病痛也有時候使我感到很疲倦 但是我內心 已經沒有那麼痛苦了 因為我知道 我一定要和孤獨共處 和病痛共生 因為生命的盡頭 是不可避免的 人總是會走到盡頭的那一天 但是在這一段旅程裏 想辦法 要尋找自己的平靜 和內心的力量 這樣的話 自己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各位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面對孤獨這個問題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經驗 期待你的分享 多謝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